去年您跟我说这个双十一能够做一百年 这么算下来的话 今年是刚刚八岁 很像是一个小学生的样子 虽然您一直说不太在乎 他考试的分数是多少 但是一直走到今天 您觉得您最欣慰的是什么 最担心的又是什么 我觉得欣慰的 它开始慢慢被很多人所接受 因为一个事情做的 就像做人一样 要出名很难 但是要被认可很难 我觉得这几年八年下来 双十一现在为止 至少很多消费者喜欢 商家喜欢 而且很兴高采力的 把它变成了个节日 我觉得这我还是觉得 蛮好的事情 担心呢 我倒也没什么大担心 因为唯一可能现在每一次 我们不断在挑战 是技术的边界 因为大量的这种 消费者的情况发生 大量的购物在同时期爆发 我们必须准备好 这个很强大的技术 来去解决这样 可能人类从来没出现过的问题 刚才您也说 像这个双十一 不是阿里巴巴一家的一个节日 它现在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全民矿缓节了 大部分电商几乎都在参与这个节日 可是就在不久之前 您也说了这样一句话说 未来阿里巴巴将不再是一个电商的公司 可能电商就要消失了 我第一讲是未来的纯电商会一直很难过 可能就会没有 未来的纯线下模式也会没有 因为如果纯电商做得很好 没有线下的支持 没有跟线下的配合 我觉得电商走不久 如果线下依旧跟不去拥抱互联网 这也会走不久 我们觉得未来会诞生一种新零售 就是线上 线下 物流 数据 技术的完美的结合 诞生一种新的零售形态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 天很快要变 所以从明年开始 阿里必须是做到提前准备 我只有我们准备好了 跟着我们的客户 因为我们必须不是为自己准备 不仅仅为自己准备 我们还要为我们的消费者准备好 要为我们的中小企业准备好 为跟着我们生态链的所有的合作伙伴准备好 就像您说的天要变了 阿里刚刚发这个三级报 在这个财报当中 我们看到包括这个电商层面的 年活跃用户数 以及这个电商的这个增长率 可能都有一点点碰到天花板了 如果讲电商有天花板 如果讲这个天花板 那我觉得是太没想象力了 我觉得刚刚开始 只是今天要问你 因为电商到今天为止 只占了整个中国零售 中国零售的10%左右 还有90%的传统商业都没变革 所以阿里这几年的 未来几年的专注点 不是让考虑自己有多少增长 因为我们考虑了90%的传统零售行业 让他们如何变革 因为只有他们变革了 阿里的变革是在他们的成长中得到利益处的 因为我一直是这么觉得 阳光灿烂的时候修理屋顶 今天阿里形势最好 但这个时候如果不对自己进行变革 不去考虑别人的未来去变革 阿里走不到未来 我也查了一些商务部最近几年的一个数据 确实就伴随着电商和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同时 整个传统零售行业甚至实体经济都有一些萎缩 所以在您看来 是不是互联网对这个实体经济的挤压太大了 应该讲 客观地讲 不是互联网 今天互联网和电商并没有去过分挤压传统商业 而是整个传统商业在面临急剧下滑 电商只是在全部下滑的经济形势下 出来的一点新的希望而已 这些企业很早醒过来 并且改变了自己生意的未来 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电商 今天传统商业依旧会下滑 我们必须跟传统零售共同成长 必须和制造业功能成长 我是坚信一点 如果制造业不赚钱 零售是不会好 曾经有没有预想过 您就这样在无形之中 推动了整个中国经济往前走了一步 其实从开始做的时候 我们是无意识的 现在是有意识地推进 整个社会经济机构的变革 有意识地推进 整个社会的所谓转型升级 有意识地推进新的零售的建设 其实双十一的销售 跟我们的盈利没什么多大关系 并不能决定改变我们什么 如果说是阿里巴巴今天这样的营 这种销售的规模 对工厂对社会的影响力 不能转化成为一个推动社会进步 社会整体创新的能力 我觉得我们把自己这些手上的资源是糟蹋了 我们更希望看到是双十一能够成为社会运营 这样的挖掘内需运营的商业基础设施的能力 能够大大提升 最后能够跟全社会进行共享 那您觉得是不是传统这些零售业 包括实体经济必须要拥抱互联网 否则的话就是死路一条 是的 我自己这么觉得 不是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消灭了传统零售 而是落后保守自以为是的思想 消灭了这些传统零售和传统行业 我们必须面向未来 必须拥抱新的技术 就像这样一个世纪电出来的时候 你拒绝用电 你就喜欢烧煤 你就喜欢用马力来做 你肯定没有机会 这是一个新的技术的到来 一场新的营销开始 一种新的面对消费者和制造业的变革 你不愿意用 那你不能怪别人 不是电商不好 就像不是电不好 不是互联网不好 是自己不愿接受新事物不好 或者自己接受新事物的心态不好 才会让自己落后 如果这个是注定的大势所需的话 您觉得有哪一种实体行业 有可能会存活下来 我觉得因为互联网没什么边界 它会对各行各业有巨大的冲击 今天只是从零售开始 接下来从制造业会开始 从金融开始 从整个技术革命的变革开始 到整个能源革命的开始 最后到社会治理的开始 在未来三十年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 我们的生活都已经被移动互联网 一网打尽了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低投足 2015年底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显示 全球网民人数逼近40亿 中国手机网民达7.8亿 2015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 交易规模为16.4万亿 增长22.7% 2015年双十一 天猫实现交易额 912.17亿元 其中无限交易额 为626亿元 占比高达68.67% 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互联网 个物有淘宝 旅游有协程 出行有滴滴 本地消费有美团 郊游有微信 我们成就了无数的互联网大亨 但你希望互联网也成就你吗 如果能让您有机会借助网络 在您玩手机或电脑的同时 玩出一份不错的收入 你想要吗 现在不是钱难赚了 还是赚钱的方式变了 如今互联网时代 你是否想过 让手机变成我们赚钱的工具 如果你目前很迷茫 找不到赚钱的方向 那么这就是你最佳的视野机会 一部手机一台电脑 人到哪里 钱就赚到哪里 让你在玩手机的同时 可以玩出不错的收入 在这里有人交 有人帮 有人带 没有风险 没有压力 想赚钱加雄伟教练微信 7100-28057 7100-28057 真正的精彩 在后面等着你 发生天翻地覆的表画 最近阿里巴巴一直在谈 国际化和全球化 这几年一直在说 今年强调最多的是全球卖 就是把中国的产品 卖到世界各地去 但是其实一直以来 中国在产品出口的时候 是存在很多问题的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被当做 这个反行销 这么长时间 包括政府和很多企业 都在努力做 但是很难实现的一个事情 您觉得一个电商平台 能够实现吗 阿里分为国际化和全球化战略 国际化战略 我们要加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 进出口贸易的平衡 全球化 我们是希望帮助全世界的中小企业 能够搭建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 这是两个事情 中国人一战 最强的是在于卖货 中国人我觉得我们很会卖货 但是我觉得光会卖货是不行的 过去的二十年 我们卖了太多的货给别人 但是我觉得未来的中国的贸易 必须是进出口平衡的 我们学会买东西 只有这样 未来的中国进口 出口才会好起来 所以你只有会吃好的东西 你的身体才会强壮起来 所以我是觉得 未来的二十年 中国要把握这个机遇 从一个纯出口的国家 要走向一个进出口平衡的国家 但是您说的进出口的平衡 会不会未来有这么一个现象 就是因为我们买的东西 都是好的东西 但是现在我们出口的东西 大部分都是 稍微低附加值的一些产品 我觉得第一点 首先要进口好东西 让中国的制造业觉得 日本马桶抢得那么好 我们买回来看一看 学习一下 所以我觉得进口的目的 也能够某种程度上 让逼倒逼我们的 落后制造业转型升级 所以我觉得 中国未来几年 真正的开放 我们不仅要出去 我们要起进来 就是这样才有可能性 现在我看这个 阿里金融的整个体系 做得也很大 包括内容产品结构 也很丰富 像这个理财的呀 贷款的呀等等都有 那未来 阿里究竟是想做成一个 阿里银行 还是想做成一个什么样态 阿里其实我 这个我们坚持这么讲吧 就是中国不缺一个金融机构 中国不缺价银行 阿里第一天就没去想过 要做个金融机构 做一个银行 我们更想建立这套信用体系 如何让整个社会的信用 能够真正的完善 动态的信用 据大数据的信用捡起来 让有信用的人畅通无阻 让没有信用的人寸步难行 这个才是社会进步的第一要素 所以这是我们想做的 至于我们不想跟任何一个金融机构去比 谁会挣钱 谁利润更高 我们想跟谁而比 谁能服务的客户更多 谁能服务的客户更加完善 这是我们现在更感兴趣 说到阿里金融 可能大家最感兴趣的还是蚂蚁金服务 上市时间表有没有 然后包括地点有没有选好 曾经您一直说香港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觉得蚂蚁金服务应该是会去上市 但具体时间我们确实没定 我觉得对蚂蚁来讲 今天它一定要走向全球化 但同时必须扎根于中国社会 服务当所有支持过蚂蚁金服成长的人 所以现在还不知道要确定哪上市 但是我们有一点肯定 我们去上市的地方 必须对未来的世界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 金融的发展 创新的发展是支持的 如果是对未来的创新不支持的地方 我们是不会考虑的 刚刚您也说这个互联网 其实是没有边界的 其实阿里在很多很多领域都有所涉及 未来阿里巴巴不会做的究竟是什么 我觉得阿里今天把自己定位成为 我们希望是一个社会创新的发动机 我们本身不能仅仅成为一家创新的公司 只创国家社会世界发展的一个创新的发动机 我们认为互联网没有边界 我们希望建立的是一个经济体 我们不是一家普通的公司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的世界一定有一个网上虚拟的经济体 无数的年轻人 无数的中小企业 可以利用这个经济体里面的技术 跨时空 跨国界这样的一个经济体 很多人一直在说如果说起互联网来的话 中国其实是最需要去看的 但是最近我刚刚看到了一个新的这个数据 我跟您分享一下 就到今年8月份中国互联网公司的这个失职是6237亿美元 但是美国前20的互联网公司的市值超过了2万亿美元 是中国的3.4倍 为什么大家如此看好中国互联网的创新模式等等 但是中美互联网公司的市值反倒是在差距在拉大呢 我觉得挺好的呀 今天至少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已经远远的拉是短了距离 而且美国在这个领域里面走得比我们早 但是戏也在后面30年 所以互联网任何一场技术革命都是50年 前20年是技术公司 后面30年是技术的应用在社会方方面面 所以我觉得互联网刚过了20年 未来的30年路死谁守 谁更好还在后面的 只是我觉得未来我们来共同来讲 美国今天的互联网是全球化做得比我们好 全世界用Facebook的人非常多 全世界用谷歌的人非常多 但是全世界用中国互联网公司的辅非常之少 这既是挑战也是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慢慢来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